國民黨積極備戰公投 成立八二八公投任務推動小組 已經和多個公民團體磋商 組成公民平臺 不過藻礁公投推動聯盟 只澄清 他們沒有和任何的政黨結盟 至於和農委會主委陳其中的對談 則是露出了曙光 預計二十九號會對外說明 八月二十八號即將舉行公民投票 屆時渴望有四項公投進行 包括重啟核四 珍愛藻礁 以及反萊豬與公投綁大選 國民黨積極備戰 成立八二八公投任務推動小組 由黨主席江啟成擔任召集人 執行長是立委林維州 二十六號舉行首場便當會 定調將於四月十號啟動系列活動 立憑衝出五成投票率 四月十號前呢 我們會舉辦第一場的活動 就是展開這一系列的宣導 那希望可以達到由內而外 由下而上 整體的這樣子的一個宣導的效果 傳出國民黨要串聯公民團體 合作推動公投 二十五號已經和多個公民團體磋商 組成公民平臺 要與政府正面交鋒 不過早交公投推動聯盟撇清 聲明沒有與任何政黨結盟 也沒有與會 倒是農委會主委陳其中透露 八號與環團對話雖然喊咖 但學界搭起的對話平臺讓溝通露出曙光 透過學術界要在中心大學舉辦論壇 我想經濟部還有相關單位以及我本人動力 社會全程的參與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對話 找到一個可以尋求雙贏的這個方案 雙方何時展開對話 早交公投聯盟 預計二十九號對外說明 至於三十號的論壇 潘中正並未收邀 隨著公投日逼近 民進黨內部壓力也升溫 要不要提出反制公投或是權力動員反對 目前還在討論 我們應該要坦然去面對所有的一個政策說明 而不是隨著國民黨因為黨主席的選舉 而用所謂的政治操作隨之起舞 也有南部立委指出 藻礁對決三接 在南臺灣的多個農業縣市 不如反萊豬來的熱烈 民間面對四大公投的態度 似乎出現了南萊豬北藻礁的差異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